你一定看过这样的陆家嘴的夜景 但只有在上海百岳酒店 你才会发现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原来是CP 这家位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79-93层的高楼酒店 故事可绝不止于此 它是华裔设计大师纪玉堂在内地的酒店首秀 被设计圈公认为难以超越的经典之作 14年前开业时5000亿晚的房价 直接甩开同城酒店一个升位 近两年它更是着力于发展餐饮 中餐厅月宣各种奖项拿到手软 如果你还没住过这家酒店 疑惑者住过但还没有机会细品 那么这条解析视频将是一次走进它的绝妙机缘 许多高楼酒店都把注意力放在高空而忽略了地表 但上海百岳却秉持了From Earth to Sky的理念 在寸土寸金的陆家嘴 它的车道入口是隐蔽之后的一片开阔 竹林铺路大隐于世 相比于超高的门头 酒店的名牌却非常小 家的概念引然而现 酒店在一楼设置了三重门 每一重门内的空间尺度 艺术品都不尽相同 没想到都市酒店也玩出了趋近通幽的感觉 电梯厅来自艺术家高校武的标准时代雕塑 结合酒店的语境在严肃的场景中营造出了一层幽默感 设计之标志性的镜面元素和具有浓厚古风的吊灯 让我有种在现代与古典中游走的感觉 酒店的空中大堂极具辨识度 有几个细节尤其值得注意 一大堂夜间的灯光是分时段分级挑案的 到了午夜的时候会进入到一种近乎于昏暗的程度 酒店的空间到了晚上也和人一样 需要休息 二上海百岳对高楼风景的展现是极其克制的 不像许多高楼酒店 一出电梯就是齐刷刷的落地窗 三在许多看似不起眼的墙上 会有一些关于旅行的金句 看似漫不经心 却串起了空间里的人文细节 再来到客房环节 之前我就介绍过套房 这次主要赏息一下更多人容易住到的豪华江景房 酒店的层高着实惊人 客房总体来讲就像是一幅水墨画 乳白色的钢琴烤漆面 素雅但极具质感 床头的设计采用了当时很少见的不对称的手法 一幅方形水墨画 位于床头偏左的位置 明清家具居然也被搬到了如此一家摩登酒店的客房里 但又不显得违和 反而增添了一些古代文人的义趣 窗边的贵飞踏 朝向金帽大厦和东方明珠的方向 而且很细节的配了一盏专门的灯 扇形的木制书桌 不同于大部分酒店的玻璃桌 更显东方韵味 细节处 书桌上一套卡片 也是每张不同样 上面来自樱花国艺术家的插画 还出现在了大唐楼层的商务空间 小处也有设计师的巧思 托尼器设计的酒店 有一个共同点就在于特别重视位于空间 从客房门把手到淋浴间的门把手 都用到了定制的 极具质感的白铜材质 花洒也用到的是 Laffery Brooks的复古款 而且即使是在高楼 水压居然惊人的足 再搭配月壁师的背品 洗完澡后换上气垫款的客房拖鞋 这一套动线 其中滋味妙不可言 此外酒店的康体楼层也让人回味 尤其是泳池 采用了一个台声的设计 据设计师说 这是为了找到完美的 在泳池里能欣赏黄浦江的高度 早餐是放在高楼层的 世纪一百餐厅使用的 百月的早餐 从来不是走丰盛路线 而以精致渐肠 推荐大家试一试单点菜单 但以上海百月来说 吃了四五年的早餐菜单 我发现变化极小 位于酒店大唐楼层的中餐厅月轩 以创意江南菜为概念 杨超师傅的菜 充满了料理人的激情和匠心 餐厅的保留招牌菜 一定是葱油鸡 用到了包括法国小香葱在内的 四种不同葱来熬制葱油 堪称葱比鸡贵 我最近还专门去酒店 试了一下秋季新菜单 引起视觉震撼的 绝对是这道遭香苏谷黄鱼 一整块的立方体琥珀卤蕁洞中 是一整条东海黄鱼 而为了迎接蟹籍 这道菜更是以手拆蟹粉 慢微成蟹糊 再配合这个极具仪式感的 栗子空气面包 这种组合实在是妙 而随着这片保留着 夏季感觉的荷叶揭开 则迎来蟹黄墨鱼蛋的 美妙二重奏 除了WiFi网速 没有一直很好的适配以外 这家酒店在多个维度的体验 都很能打出高分 14年的开业时间 对于大部分的国内酒店 早已被列入过时的行列 但是上海百月 却在时间中优雅的熟化 只等知音来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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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费